HELLO,大家好,我是Mate's Lifestyle,我是Malcolm 今天很興奮,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unboxing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盒子在我面前呢? 其實就是因為小弟,早前我買了一雙鞋子 如果大家在我的Instagram也有看過 我上去買一雙 common project 但大家知道,Cumpart通常都很貴 我自己平時都不太捨得買 但那天我看到在Farfetch這個網站 正在做一個非常客人的價錢 所以我也忍不住進入一堆來玩玩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unboxing 跟大家分享一下裡面是怎樣的 好,大家開了這個箱子之後 看到是在Farfetch買的 這個沒有贊助的 不過純粹告訴大家 如果想買到這些 common projects Farfetch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暫時都會有一些優惠 好,拿下一個盒子 平時這類common project的Aquilis 應該是在做2000至3000頭 我覺得以折實了維他 好像應該是$1900左右 我覺得這個價錢很難再遇到 雖然我覺得差不多$1000至$2000 還有買對方 我覺得是比較奢侈一點的 但是... 我們試一下吧 看看是否真的有傳聞中 這麼好的質量 好,我們現在就換角度 一個close-up去做這個開箱 先看看 首先看看盒子 它是有點亮亮的 在旁邊 這裡 就會有寫它的型號 它是 White 和Blush Blush 即是粉紅色底 這個就是 Aquilis Low 即是那個 模特兒 好,先打開盒子 先打開盒子 首先,你會看到有一個 好像麻布袋一樣的物體 裡面有少少東西在裡面 我們看看它是什麼 原來它是一雙鞋帶 先打開盒子 對,一雙鞋帶 好,先打開盒子 好,先打開盒子 好,到氣肉了 首先就是 摸上手的感覺 其實是 那個皮是非常 premium 很軟熟的 那隻皮都很軟熟 先打開盒子 真的 完全是真皮做 皮紋膜 又是很大的皮味 所以 我感覺上 它的質感應該是不錯 你看一下 裡面的 Lining 所有東西 都是用真皮做的 因為平時 我們一般買的 波鞋 即是 就算它的面是真皮 它裡面 通常都會使用 一些人造的物料 去做 所以它這雙是全真皮的 底部 摸上去 很難摸它 究竟會不會穿得舒服 但我覺得它的膠質質 摸上去也是很 premium 所以我覺得質量應該不錯 是不錯的 拿著另一隻腳出來 看看 我這一集不會穿上腳去做一個評測 但我試完之後 會大家做一個再一點點的評測 今集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 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拜拜